第三届台湾电影双年展TBFF 不只安排11月3号 在好莱坞TCL剧院举办实体开幕 且现场还要播放开幕影片 当男人恋爱时 之后一连九天将进行线上影展 共计播放20部长片与短片 今年的主题是片片人生 我想台湾的年轻人 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这20部片子的基本上介绍 台湾的年轻人跟我们的想法 是有所不同 那我们跟我们上一代有所不同 这代表一个进步的动力 那能够把这些富有创意的 年轻人介绍到美国来 活动同时邀请到 策展人兼执行制作Montgomery 分享策展选片过程及产业论坛 还有开幕片导演殷正豪 为活动致辞 在疫情期间这一两年来 很多人在家里 反而更有机会去看 欣赏他们所希望看的作品 所以其实这个利弊得失各有了 那是不是实体看电影是唯一的方式 我想这段期间大家体验到很多的方式 也是我们可以接近这些电影文化 以及电影创作作品的一个好的方式 至于说效果如何 就只有留待这个电影进行业者 跟电影人他们慢慢去发掘吧 洛杉矶台湾书院深信 以文化普世价值能与世界为有 因此未来将持续以台湾独特的 艺文内涵回馈国际社会 同时联手美国主流艺术与文化机构 建立长远的伙伴关系 成为台湾文化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桥梁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